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World是Trig的导师 2002年他们在General of Calumetrics上提出这种方法 OPLS实际上它是PLS的一个延伸 那么就是说咱们是在做PLS的时候 那么咱们会看到在这个得分图上 被看到它称斜行分开 那么它通过一种正教旋转方法 就是把这个斜行的旋转成左右分开 非常明显的这一种旋转方法 那么就同时它把这些不相关的这些方差 就是把它独立地逆合出去了 这就是OPLS的方法 当然了OPLS和O2PLS 这两种方法只有在SIMICR软件 SIMICR P这个软件里面有 那其他软件没有 因为这个它应用申请专利 你如果在其他软件里面发现有这种方法 那么马上我想它就会赔很多钱 那么就是OPLS它这个所需要的 就是它这个数据内型 和这个PLS数据内型是一样的 但是OPLS来说就是外变量 外变量就是一个外变量 要么是连续性变量 要么是分类变量 S矩阵它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可以有很多很多小S变量 组成一个S矩阵 那么在那个在看文献中 很多就是关于这些那个 它这个就是一个缩写 缩写是什么 那么N就是代表它那个变量的个数 K就是代表X矩阵中的这个变量的个数 N是指的量的个数 那么M它是指的Y矩阵 Y矩阵中Y变量的个数 A就是代表是逆合的这个模型 逆合这个模型 到底是有使用的几个成分 那么T1就是T 是代表X矩阵中的那个得分图 那么T1就是TO1和TO2 这个是代表正矩在X矩阵中 在X矩阵中正矩阵这一部分 那个方差率的这个成分 代表这个成分 那么U是代表Y矩阵中 Y矩阵中这个相关的那个得分 P是指X矩阵中的一个 一个是这个载合图 那么PO1和PO2 这是代表正矩阵这个X矩阵的那个图 那么这些 这些这个缩写啊 它在那个得分图 以及这个载合图 我们都会用得到 所以要熟练记住这些这个缩写 对于那个PCA PLS和OPLS来说 那么PCA 它是它是那个带有原汁原味的 带有这种那个这种味道 就是说它尽量的反应 尽量的就是说 逆核模型去反映原始数据的信息 所以说那个PC 它那个 它是一种非建筑性的方法 就是说它里边没有掺杂 就是说那个分组变量的一些信息 它直接就是逆核模型 我尽可能的把你那个 数据中的那个方差逆核出来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那个 哪一组的 那么我尽管去 我只管去逆核这个模型 对于OPLS 对于OPLS来说 它里边它有了个分组的信息 有分组的变量 那么它 因此它属于一个监督性的方法 对于一个X矩阵 对于一个X矩阵来说 那么它这个通过OPLS 它这个模型逆核 它把这个里边信息啊 分解成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与外相关的这一部分信息 那么它里边它有得分图 有相应的那个 有相应的那个载核图 那么它是 另一部分 另一大部分信息 就是 就是于那个 呃 于外 正交 于外正交的这一部分信息 那么它 也有相应的得分图 和那个 呃 载核图 那另外还有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残差 那残差是逆核不到模型里边 呃 就这一部分 残差逆核不到模型里边 那么总共是通过 就是OPLS 它把这个 把这X矩阵的信息 总共分成了三部分 那么很明显 呃 对于OPLS DA来说 那么它那个 它那个外变量啊 一定要是一个 呃 一定要是一个分组变量 不能设个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可以逆核 就是OP PLS 然后对于 对于一个那个就是 呃 数据来说 我们逆核 我们 我们逆核的模型 一般是 是要分成 逆核这个 呃 OPLS D 模型 一般是分为两类模型 那么它这个 两类模型 逆核好之后 一定要 呃 呃 呃 如果有条件情况下 那么就要用它这个 呃 毒的样本 对于这个模型 进行一个检验 进行一个检验 那么看看 看看毒的药本 是否能够正确 正确的分类 如果不能正确的分类 那么说明这个模型 说明这个模型啊 它的预测能力比较差 我们在使用这个模型的时候 呃 和OPLSD这个模型 与那个 PLS 呃 是PLS模型的一个拓展 那么它具体什么拓展呢 比如说 这是空间的 空间的一部分样本 那么通过 通过PLS 模型 它直接是投到这个墙面 是在 是成了斜形的分开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旋转 这个灯的这个光源啊 就是旋转到一定的角度 那么使它投在这个墙上的这个 呃 样本点呢 就是从左右 完全的分开 那么这 那么这个是 这 是 使这个 使这个左右啊 尽可能的就分开 对于 OPLSDA的这些模型 的这个判断 嗯 准则 和那个PLSDA 这个判断准则 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说 它这个 R2平方X R2平方Y Q2平方Y 以及这个 嗯 R2平方Y 减那个Q平方Y 这个标准 它是和那个 PLS的判断方法 是完全 是完全一样的 嗯 假设 通过PC 是两组啊 可以 可以看到 它那个 呃 交好的分开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我一定要更好看 我把这个上面一个 东西 如果这个 嗯 嗯 这个好像是没法更改突变 假设是逆核PCE的时候 大家是否还记得前面展所看到讲PCE的时候 可以看到两组就是红色样本和黑色样本有部分充叠 并且是有部分充叠 那么是我们进行OPLSDE模型逆核的时候 可以看到两组样本可以完全分离 那么这个完全分离了之后 现在就是说它这个是存在一个真分还是假分 那么我们需要对模型进行一个验证 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外部验证 这是最好的 那么现在没法进行外部验证 我们就根据相关参照进行个内部验证 我们可以看到R1平方Y和Q1平方Y的这个值都大于0.9 都是一个说明这个模型是个非常好的模型 那么就是R1平方Y和Q1平方Y的这个差值也是小于0.3 那么说明这个模型是个相当好的模型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OPLSDE数据分析的时候 也一定要注意这个模型的诊断 模型的评价 这个不讲了 在那个OPLSDE里边 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工具 就是那个S-POD 那么在很多文献中 我们可以看到使用S-POD进行的一个就是那个Marker 就是一个Marker识别 那么这个是从文献中 从文献中啊 就是这个裁剪的就是一个S-POD 那么和那相应的这个Loading图 那么是把Loading图和S-POD结合在一块进行Marker识别 那么这是一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对于S-POD那么X轴啊 X轴 X轴它主要是 就是说它是一个Loading值 它是那个就是一个是载荷值的大小 那么是数轴就是外轴啊 它是一个是相关系数的一个相关系数 那么在对于每一个变量说 那么我们希望啊 希望就是说这一个变量啊 在在这一个模型中 它那个它就是说 就是说它这个Loading值 是大 同时它的相关性相关性也大 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 这个变量啊 它作为Marker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对于对于这个 对于对于这一点变量 那么它是否是 是否适合那个做那个Marker呢 对于中间就是原点附近的这变量 肯定是不能做Marker 那对于对于这个 相关系 对于它这个Loading值是零 或者接近零 相关系数比较高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是认为这一部分的变量啊 也是处于一个边缘值 最好不要选这一部分作为Marker 那么最好选了这是两头 就是S-Pod的两头 这些变量去作为Marker 因为它这个是载荷的 载荷比较大 同时它这个相关系数也比较大 在看完这个S-Pod的时候 我们还要结合这个 我们还要回过来头 看一下就是 看一下那个Loading 就是排序的LoadingPod 因为有些 有些这个Loading啊 它可能是这个数值很大 但是它是没有 它是没有显著性的 没有显著性的 像对于这种变量 我们要把它剔除 对于这个 这一点不讲 这一点是 别讲运了 对于S-Pod 我们要结合它的Loading值去看 比如说 这个变量 那么它相关系数和它的Loading值 都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可以在相关 在相关这个Loading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 它这个值到底有多大 那么它是否有这个 是否显著 那么对于 对于这 对于这一个变量 那么它 它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红色的 这一个红色的 它可以看到它是 数值是比较大 然后它这个 它也是有显著意义的 那么对于 对于这两 对于这两个样本点 那么这是一个 后边还有一个 那一个是 在这 在这一个 这两个 这两个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变量 它的Loading值 比较小 同时它也是 它这个 也不具有 不具有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那么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 可行区间 已经包含零了 那么这一个 因为太小 咱们无法看到 好 对于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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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量来说 它可以做一个 是比较一个 理想的Mark 那么它就是说 它这个 统计 它这个 本 95%的可行区间 没有包含零 那么它是有 统计学义的 同时我们把 它的原始数据 把它拿出来 画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两组 前面 这一组的数值 比较小 那么后边这一组 这一组的数值 比较大 那么两组在数值上 是那个 从数值大小上 是有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那么对于 对于这个变量说 对于这个变量说 那么它 可以看到 它本的95%的区间 是可行区间 它包含零 那么它是没有统计学义的 那么同时 它的这个 P值也比较小 那么把它原始数据 拿过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两组 这两组 在数值上 几乎没什么差别 所以说 它是没有统计学义的 这个变量 对于 对于这 对于这一个 就是说 相关性 比较大 但是它的 就是那个 loading值 比较小的 这个变量来说 它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那个loading值 这个很小 同时 它是 也是有 尽管是loading值很小 但是它也是有统计学义的 那么 在那个 把它这个原始数据啊 拿下来 把它画下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两组啊 这前面 前面这一组和后面这一组啊 在原始数据上 似乎也没有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和前面这 和前面这一个比路呢 那可能 和这个比路呢 简直是区别太小了 所以说 对于 对于这 对于这一个mark 对于这个变量来说 我们还 我们认为他们 最好你不要选 这一类的变量 去做一mark 好 对于这个s pod 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那么我们 你想呢 就是选 这 这两 就是s s这个头和尾的 这一些变量 去做一mark 那么对于 对于到 拐弯 就是 转角的附近里 就是对于这一部分 对于这一部分呢 就是 那个 它那个loading值 交小了 我们是 认为是 最好不要选它 它是一种可疑的 它具有可疑的 那个 区域 如果选这 选这些变量 做一个mark的情况下 那么 那么 就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 对于中间 对于中间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变量 那肯定是不适宜 选它 去做一个mark的 那么 如果大家 有兴趣的情况下呢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 这一篇文像 就是 发表在这个 Analytical Chemistry 在08年 这篇文像 这篇文像 看完之后 可能是 对于这个Splot 会有深入的 这个理解 那么 这个Splot 同时又是 又是从这一篇文 也是在这篇文献中 起出来的 对于那个 OPRS S是怎么操入 那么 待会 咱会在软件操入 咱对 OPRS这一部分 进行一个总结 那么 OPRS 主要是用于一个 OPRS 这个PLSD的一个 延续 它是在 PLSD PLSD 这个 模型逆合集中 进行一个 正常的旋转 对于Splot 它主要是用于 用于 两组 用于两组 一个分类 那么 两组分类完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用 Splot就是进行一个 就是那个 Market识别 这结束 对于Splo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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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